骑御亚运 骑御亚运 在骑衔中遇见亚运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严世敏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朝阳愉悦千岛明珠这句话 今天我们骑行亚运 就是淳安介手体育中心 接下来就让我带你们一起去探究一下吧 淳安介手体育中心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 建手乡千岛湖景区内 主场馆以朝阳愉悦千岛明珠为设计理念 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自行车铁轮三项 马拉松游泳三个大项的比赛场地 还包含了场地自行车 小轮车 三地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 铁轮三项和公开水域游泳等六个小项算式 将产生25块兴盘 与此同时 才承担了亚坛运会场地自行车和公路自行车两个项目 将产生28块金牌 好 那现在我们就带大家去内部看一下吧 这里就是我们场地自行车的赛场了 你们看这场地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的赛场是斜坡的 那下面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场地自行车在雅典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 那在新德里1951年的时候 第一届的亚运会上也成为了正式的亚运会比赛项目 场地自行车赛是自行车比赛中项目最多 金牌数最多的 一般比赛在室内进行 赛车场为圆盆行 目前国际主要的标准场地是周长约250米 跑道宽是5到9米 那我们的跑道坡度是25度到45度 将跑道建成侧斜面 就可以在运动员专项时提供更大的向心力 看过了场地自行车的项目 那我们这里还有腾越翻转飞越的小轮车项目 现在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我现在骑的这款是3D车 而小轮车比赛中使用的是20寸或者24寸的小四行车 小轮车比赛作为一个新兴的项目 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 盛行于欧美国家 是广大青少年自行车爱好者热衷的运动项目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小轮车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 赛道长约300米到400米 是专门为高水平运动员设计的高难度赛道 赛道中设置了跳跃和其他障碍 今天我骑着3D自行车 带大家看完了场地自行车小轮车场地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加入今天公路自行车的骑行队 和他们一起在骑行中遇见亚运会 遇见美好的杭州 一起为杭州亚运加油